郑州一组 收拾到了 收拾到 河北一组 收拾到 小组 开始行动 手机放下 快点 一个怎么激动 回头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先配偶好 这个姐妹什么姐妹 男性 业务员 冒称这个主书有多的民意 跟这个被害人在交流 刘先生是吗 刘先生是吗 对 好的 把你的案发经过讲一下 经过大概就是 在一个社交APP上认识了 然后聊天聊了一段时间 然后后面他就开始以各种理由 要求帮忙刷礼物之类的 到目前为止 你这个经济上面一共花费了多少 大概充值有几次 总共之后 那次算的总共是9万4千多一点 总共9万4千元 那大概一共充了多少次呢 9至7、8次吧 因为都是分开的 我们8月份接报的这期直播间文明诈骗呢 之前我们也侦办过同类型的案件 那么一般呢 这类直播间案件呢 背后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诈骗团伙 当时呢 当时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件 深度经营深挖 挖出了这么一个多省市 利用同样的犯罪形式 进行诈骗的这么一个团伙 从我们打击犯罪来讲的话 还是要力求打声打透 所以我们就决定组织 尽力进行多地的 同时开展一个抓捕人的行动 我们是礼拜四来的 昨天 礼拜二是我们先期的那个征场 外围征场 先来摸摸点 这个地方呢 我们初步拍摸出来 是一个管理层 管理层办公的 有违章拍照 我们经侦查呢 我们发现呢 在河南州州一家叫库城的 这个科技公司呢 搭建了这个斑马的直播平台 那么发展了这个夏季代理 夏季代理呢 他是在招募业务员 业务员呢 冒充这个女性主播 跟我们这个潜在被害人呢 会以这个谈朋友啊 交友的形式呢 让这个被害人呢 向这个直播间充值 实施诈骗 一般都是这样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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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们六点半到现场 跟我们的那个 当地的那个刑警 要沟通好 怎么进门 对吧 一定要 要考虑清楚 硬闯门 然后里面给他充足的时间 被他毁灭证据 或者跳楼啊 什么的 对吧 这样不好 还是以软开门为主 对吧 不要让他们有惊动 因为我们这个点 如果极限暴别的话 那后果不看谁 所谓的无省一事的 所谓的点 因为可能都错了 他们都通了 危机群队 对吧 当时在经过 充分研判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评估了一下 无省一事 总的来 他们这个犯罪团伙加起来 有将近一百多人 所以呢 我们出动了 两百多人的警役 奔赴这六个点 没有这个 这是行动的 我们是全市 统一制制的 总共 全国是无省一事 我们上海 是唯一这一个点 当时行动的是 在家庭 下六组去手啊 收到成为了 收到收到 我们第一组啊 第一组啊 先去 我这个 先进到地了啊 反正我们现在 开便车的 反正相对好一点 要离现场稍微 就近一点 稍微靠便一下 我们开警车的 尤其是穿制服的 尤其是穿制服的 尽量离那个 现场稍微远一点 我们到时候 等那个指挥部的 统一 统一那个抓捕事件 在我们统一再行动 我们这个主播的案件呢 主要对象 从他们的主要 规律拍照下来呢 他们在晚上七点钟以后 才这时候上班 回到那个 九阳开车警车 再一下 开道停啊 首上班说 离这个抓捕现场 大概要一个小时的路程 但是我们走 一路上过去 确实有点不顺 就这种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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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车子 大巴士过来之后 车子往里面开 到时候 民进和十个电影队员 就三三两两 三三两两 下来 就是研判下来 嗯 姓杨的那个 应该是主播 就他一个 目前看起来 好像就是他这个主播 然后老板的话 现在我们掌握的 两个经理 可能是组长级别吧 稍微也留心点 先不要自己暴露出来 确保安全第一 确保安全第一 正中一组 输出办法 输出 合肥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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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加低一组 加低一组 这个我们出发之前呢 大家统一过思想 提了一些要求 就是首先呢 一个行动统 要听指挥 统一行动 就为什么要定这个统一组 就是一动 有可能其他地方都懂 他们通过这个平台领域 都是有千是万里的关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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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力我们还是可以的 用20个人左右 够了 警力够了 位置的嘛 就是现在有可能点上也没有人 现在你不能摆放这边确定 喂 我还要往前 前面一个路口右拐 必须 必须啊 还有一个怎么进门 有可能因为他们都要提供什么的 刷卡进去 有可能进不进 那么我们想办法要把门打开 而且要不惊动他们 你惊动了以后 它这个大楼这么大 对吧 闪掉了以后就很麻烦了 早也找不到 这里差别我等了 一般运营时间都在晚上 因为我们设计的整个街中招 它涉及到地方很多 那么我们就决定了 礼拜五啊 9月6号 周末嘛 这个明天上一个这个 因为他们直播这个 非常热闹 我从那下咋动是 就是把门拔住就刚刚五天了 十六了 十六了 十七了下来 十七了下来以后 然后把两个门拔住 一个小房子 好 中房子 这小组 开始行动 发展令 开始行动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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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到那边 到这边 来来 凌晨 好好好 坐下 坐下坐坐坐坐 坐下坐 坐坐下 你可怎么激动 为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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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这个队员 胆地你不要动啊 来 来 来 都有警官证吗 都有 咱们看一下吧 好吧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先配备好 不是 看 咱 你反过来 我没看见 你反过来 别乱废话 我没有跟你废话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配合好 配合没有 这发动 你要你哪位啊 都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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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 所有下级代理的一个总代理 他负责这个整个一个 诈骗平台的一个运营 后台维护 所以所有的数据保存都在这里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都是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界面什么界面 什么界面 我这是直播吧 直播 因为他们这个公司 基本上这个直播间也是晚上开播 人数比较多 看的人也多 被害人也多 他们的工作模式 基本上都是晚上播 主要的骨干肯定晚上 晚上如果直播间出现什么问题 他们要即时的对接 进行一个服务 对 那现在已经九十几个运营 已经到位了 我说得好 广州五十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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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我们再问 那天在现场附近我真的压力很大 压力非常大 压力非常大 领导也在问我 就是你现场情况 到底什么情况 为什么还不行的 为什么还不行的 对 其实加定是最后一个突破的点 因为当时我们定的是统一七点半行动的 那么由于出现一点意外 加定这个点呢 是对象当时没有按照我们之前侦查的即时的上班 这个对象没有即时的上班 里面对象的我们前期掌握了这二十五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份的 所以当时我们不知道具体对象有多少 但是我们肯定全部对象 没有在房间 我说两句 我说我这个点也没错 我听到我们那个电台里面 听到其他的审视抓捕的都比较成功的 那我们自己上海本土这个点 我们如果抓捕的不太成功的话 所以说当时我压力也很大 所以说当时我压力也很大 8点一个动了 好 差不多了 我们8点11分了 也是一个心理承受问题 因为其他城市都动了 我也怕这里我们错的 那我们怎么想动了 现在等到现在如果没人进来 也应该也差不多了 当时8点钟到我们羊群也打了个电话 他说你如果没有把握你就不要带 那那那你我知道 那那我知道 那就去你发一下 但是不要动 徐立强副所长他是心里面比较急的 那我说你不要急 那稳住 为什么上去动手又退回来呢 确实我们也跑 我们如果进去 如果对象什么都不在 那等于不早 反过来全部都跑 我们建议一共找到23个人 你现在做的是 手机和电脑跟对象的身份对应 对 估计这个工作里做多少小时 可能要一个多小时 还需要一个多小时对应 机会哪一个 过去举一下 但是我没想到抓这么成功 因为我们之前考虑的进门难 什么的 未来都解决了 主要的人 今天我们也有 主要的关键的证据 仇台证据都提取到了 这里有输费代理的 贺责任账号都有了 都有了是吧 贺责账号 贺购代理会 我们反正发挤着一个 介绎的一ным地块 8月份一个月 充了398万 实际到档 整个阿玛这个品牌 整个这个充值的钱款 它要进行分层 一九分层 这个技术公司拿一层 这个诈骗公司沃银要拿九层 从我们初步的调查下来 现在涉案的这个被害人 有一万余人 涉案的金额要达到 一千四百余万余人 他们大多数是不直接接触 下面的被害人 但是他们等于是为 那些下级的代理公司 提供一个技术的服务 这些诈骗我的呢 他招募大量的业务员 业务员就是冒充这个主播 利用交友的这些软件 包括到一些征婚的网站 搜索一些这个注册的一些会员 添加这些男性被害人为好友以后 我说的是我是做这个主播的 前妻呢叫他呢先开通这个会员 每次呢这开通会员要98块钱 被害人感觉到这个主播 他好像在跟他在谈感情 或者谈恋爱 不过实际上都是好多都是 男性业务员冒充这个主播的这个名义 跟这个被害人在交流 那需要这个主播出场的时候呢 他会让主播进行视频 那你开门 开门 开门 正常跟他们聊什么 这拿个解释 这样你们这么做就是 相当于是让客人以为 那确实他手机背后的那个人 是你 是你意思吗 后面呢就是以各种替黑粉 或者说这个主播呢 叫这个男性被害人呢 从一些业绩 我到时业绩返回以后 就有佣金了 我再返还给你 那么这个业绩呢 又要几万块几万块钱充的 等被害人充好以后 几万块充进去以后 他们就把这个被害人给拉黑 甚至说踢出这个直播间来 然后他对下面的这些代理是没有监管的 也就是直接就等于放权给他们用了 那他们对返还人的这种事实他们清楚 应该是心里有数 只不过是真一只眼比一只 诈骗的整体的一个诈骗的套路 其实他们心里还是清楚 每天的入境量 其实跟正常的直播平台 差距其实还是蛮大的 到这里来的人 不是说都是犯罪的 我们要一个审查的固承 涉及到犯罪的 就是给他们心事距离 如果设计不到张二片的 就是今天晚上审查好以后 就直接把他释放了 杨局就通知网络 该动睡得差不多了 我们知道这个点还不是特别成熟 但是时间已经不对 再不动 那就到半夜或者 应该他们时间下半的时间 如果女的是走步的话 现在对来也不动 对啊 也不动 也不对 那就动吧 总比到十点半左右 我们看司机差不多了 别增加剧 所谓跟我们趟 当时预估的一样 其实当时我们研判出来的二十几个人 在这个现场的就剩三个了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我们的三个人 之前的话应该是八月份的时候了 然后另外那边的话 就是已经辞职了 突然间就撤掉 全部人跑步了 而且我们这三个人里面 我们的主犯不在 我们掌握的主犯不在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其他的留着清理电脑 我们管队要么你们去 开两两名车 先去带那个 先刚才那个小子去 抓行李 这个雷姆是主犯 我必须要抓到 领导要求你这个爹 这个雷姆你不需要 必须要抓到 我们明镜到现场以后 当时我要求他们必须要进去 但是要有合适的借口 不能要暴露 后面我们明镜出来以后 跟我归报 雷姆也不在住的地方 当时后面我们没办法 如果雷姆已经知道 我们这个点已经动手了 那他肯定逃了 那我们现场 结合现场我们分析的 他没动 那我说就赌一把 来吧 我好 然后你不想带 要查 我去台湾 我去台湾 那里 我去台湾 该连 我去台湾 能不能够 那我 你会 我去台湾 我去台湾 这些朋友就喝多了 睡在车上 负责人是他 你是法人 你是老板 负责人是我 作为二级代理呢 他从这个金额拿到九层以后 剃除这些基本的人工 房租 实际上获利金额还是相当大的 因为我们主播也在聊的 就是所有业务员的微信主播 就是主播的话都会给他 除了视频的时候主播聊 吃到什么聊个屁了 除了开视频一分钟不到 你会给主播 不给主播就穿帮了 是不是 通过九月六号的集中刷部 我们陆续招呼了犯罪嫌疑人 一百余名 那么陆续的还有再逃的嫌疑的呢 我们进行了网上通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制规定 自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杨虎性别女 出生日期1996年5月5日执行拘留 送上海市青浦区看守所 接下来你核对拘留证证上面的信息 核对无误的话在下面签字答应 可是我没有站线 这样啊 现在拘留决定做出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申辩 或者是提出异议的这个决定 我们到看守所之内 会可以委派律师来跟你进行申辩 好吧 你下面的代理点都在这样子做事情 你给我解释一下 而且我们可以 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的话 我可以配个警方去给他们 你不需要跟我说他们真的这样做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 我是打广告他们过来的 然后我们签合同 我们的合同上名文写 写得很清楚 要符合国家反规 都是这样的 套路合同都是这样的 这个合同就能规避掉所有的 所有的风险了吗 你看到了 我们从来没有去分过钱 没有去干过这些东西 什么叫没有分过钱 你们的公司一直在得利好不好 你们公司那一层的收入呢 一千四百万的流水 你知道吧 自己 就是谈和一会儿 聊一些爱美的话语的 深入聊天 是吧 网络听理关系 是吧 表白人的话 在APP表达还要 要几百几千的 嗯 你们有别的表白人 五二零九百多 一家银丝都有 解约是解约的目的还是什么呢 解约的目的就是搞大钱 就跟客户说 公司压倒他 是吧 我就被带不下去了 是吧 我很想解约 但解约是要费用是吧 然后再让客户冲钱 对 那我会被判析吗 真的你先来 现在不要考虑你多 第一句 我就是一个鬼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今天上班 他那个公司又是珍贵写字楼 又有人设 我怎么知道 他会是这样子的 他们说 如果都是这样硬做的 我也不知道 不是说别人是什么 对吧 那我问你 很简单的道理 你觉得你做的这些 和你的收入是成正名吗 我认识 你不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